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到大 银花丝和我一起成长 穿越上千年的银花丝自今为人所喜爱 也教会我 吃虽气却很坚韧 我想这就是银花丝的力量 也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这份力量 使我从过去的自卑 走向了自信 只有为古老的记忆 注入了新的东西 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 知道银花丝 了解银花丝 喜欢银花丝 也才能养活更多的手艺人 让这门古老的记忆 不仅能活下来 而且能活得更缤纷多彩 大家好 我叫王小璐 是成都银花丝 四级飞翼传承人 我的妈妈道安 是这一记忆的 国家级飞翼传承人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和银花丝的故事 银花丝可能在座的很多人 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从1700年前的殷商 一直到明清 它都是宫廷 十分喜爱的艺术品 银花丝 漆气 竹编 鼠绣 鼠锦 并称我们成都的五朵金花 1987年 我出生在一个银花丝的家庭里 我的妈妈是成都 经营制品厂的一名设计师 那是成都银花丝最鼎盛的时期 有300多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经过妈妈和师傅们的手 制作出来的银花丝 出口到国外 一个花瓶小折卖到几百美金 大折上千美金 后来工厂改字 师傅们陆续地离开了厂子 做银花丝手艺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1999年 父贤回家的妈妈 眼镜沿袭多年的手艺 就这样衰落 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做掉什么 可那时年幼的我 并不懂得妈妈的这种心情 只见她和爸爸 每日奔波于市场之间 不断地折腾 后来才知道 妈妈是想买一台拉斯机 可是传统的拉斯机 却比我家的房子还要大 不可能把它搬回家 我的爸爸是一名工程师 在买不到合适的拉斯机的时候 我爸爸主动地给妈妈提出来 我把你做一台拉斯机 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不断地改进升级 真的做出了一台拉斯机 并且这台拉斯机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2003年 妈妈终于掌握了银花丝的全部记忆 并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叫道安银花丝工作室 银花丝是一门非常繁琐 而复杂的工艺 要把一根银钉倒成银条 通过一百余道工序 拿自为精进头发丝那么细的银丝 再将按照设计绘图 掐丝 填丝 编织 累丝四大技法 将中间的图纹进行编织和填充 这种独特的技艺 全品手艺人的艺术感悟 和熟练的手上功夫 其中焊接是我们整个工序里 难度最大 也是最辛苦的工序 火大了会把整件作品烧化 火小了 银丝焊接不上 并且焊接时不能吹风扇和空调 因为风扇和空调会改变火焰的方向 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每当我睡醒一觉的时候 妈妈工作室的灯 它依然亮着 汗水打湿了它的衣服 脸也红得像关羽一样 1999年 妈妈创新设计出了第一副银丝画 可以说银丝画的出现 重新打开了我们成都银花寺的市场 银丝画渐渐地也被大众所认可了 并且在2001年的时候 荣获了国家专利 工作室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 妈妈一个人再也忙不过来了 于是开始招收徒弟了 更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门古老的记忆中来 虽然我从小出生在一个银花寺的家庭里 但是妈妈一直很反对我做银花寺 因为她知道作为一名手艺人实在太辛苦了 作为母亲 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也和她一样的辛苦 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自卑 极其频繁且不出痛的女孩 直到我高中时接触到了美术 我才感觉我的人生慢慢被赋予了色彩 大学时我选择了旅游工艺品设计资助专业 这个专业当时其实很冷门 但其实我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 其实内心就已经想好了 我以后要像妈妈一样 做一名银花寺的守护者 2007年我们工作室成为了 阿里巴巴1688陈信通里面的一员 妈妈不懂网络 让我利用课余时间 将网店开起来 那时候寝室室友给我起了一个礼名 叫王大陆 全寝室的人都知道我王大陆开网店了 可是呢 网店开了很久都无人问津 我记得一天中午下课的时候 随在我下铺的小伙伴 与我结伴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时 他突然对我说 王大陆呀 就你这性格 你这辈子也会做生意呀 我信都不信 是的 我当初就是一个说话都要脸红 发言都没有声音的人 所以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以后会做生意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的汪汪叮咚了一声 哇 原来是一个顾客 在网上询问我挂的一幅脸浦银丝画 我当时看着屏幕的时候 我好激动 但是我又好紧张 客人又连续问了我好多问题 我都回答不上 小园寝室里的信号又特别地差 无赖之下客人每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跑出去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就这样 我来来回回地跑得七八趟 最终很意外的是 客人竟然下单 把那幅脸浦银丝画给买走了 等到客人收到货的时候 客人非常的满意 于是又在旺旺上找到我说 其实我当初都觉得你是个骗子 但是我又感觉你好像不是个骗子 就这样 我跌跌撞撞地在1688上 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笔生意 也正因为这一笔单的成功 似乎给予了我力量 王小璐 你是可以的 爱美自信 人皆有知 大学时 我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喜欢把头发弄得卷卷的 更想拥有一对别人都没有的个性的耳环 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己 为自己设计耳环的想法 在当时 以银花丝百件和银丝画为根本的行业里 我的设计可谓是离经叛道 遭到了妈妈和师傅们的反对 他们觉得我设计的饰品太夸张了 这样的饰品谁又能带得出去呢 那一年 我21岁 正好也是秋天的季节 正好也是在杭州有一个展览 妈妈考虑再三之后 将我设计的饰品连同她的作品 一起带到了展会上去 妈妈把我的饰品摆在了桌子的最前面 可没想到的是 我的饰品每天都会卖出几对 到了后来 直接有一个客人 将我所有的手势全部打包买走 这让我十分地惊喜 这件事情 却给妈妈和老师傅们思想上带来了颠覆 他们看到了镜像记忆的突破 以及传承中更多的可能性 就像妈妈当时在37岁那一年 创新出了银丝化 而年轻一到的我们 也可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银花丝工艺品 2008年成都银花丝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 2009年我正式大学毕业 加入到了妈妈的工作室 也成为了一名首艺人 2013年成都文书房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 我们银花丝作为成都的五朵金花之衣 被受到了邀请 考虑在山之后 我们开了一家线下店 每天都会有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店 工作室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了 同时 我又在淘宝上开了一家网店 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设计的原创饰品 可没想到的是 当时只是水手的一个举动 却在后来帮助银花丝渡过了难关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实体店没有了游客 也就没有了收入 工作室在坚持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实在难以运转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出路 再次 我要特别特别地感谢淘宝的小二 湘南老师 当我在淘宝上病急乱偷衣的时候 是他找到了我 让我加入到淘宝手艺人的这个平台 我就是靠着淘宝手艺人 每次上淘宝手艺的活动流量 维持住了整个工作室的正常运营 通过活动 我们淘宝店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今年湘南老师和泰山老师 又为手艺人提供了淘宝手艺人新火扶持计划的课程 这些课程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明白了 要让银花丝更好的传承下去 除了我们要会做手艺 还要懂得观察消费者的需求 懂得市场和运营 只有为古老的记忆注入了新的东西 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银花丝 了解银花丝 喜欢银花丝 也才能养活更多的手艺人 在没有学习运营以前 我们从来不看数据 学习了运营后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我们的消费人群分类不准确 淘宝上项链和耳环的商家太多 而胸针更小众 于是我们开始重新定位 以胸针和戒指作为主推宝贝 这样也让我们的店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通过努力 我们淘宝店的生意也开始有了转机 工作室的订单又开始多了起来 从以前的销量一个月几千 到现在每个月可以达到三万 同时也还有90后95后的人 也加入到了我们银花丝的团队中来 现在我已为人父母 我知道了父母的不容易 妈妈对银花丝的热爱影响了我 我想或许我对银花丝的热爱 也会影响到我的女儿 如今我的女儿五岁了 她对我说 妈妈 外婆教你做银花丝 等我长大了 你要教我做哦 最后 我想分享一套我制作过的视频 来接触我今天的演讲 那是一套蜘蛛的视频 我之所以要以蜘蛛这个主题来设计 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银花丝的手艺人 就如同蜘蛛的缩影 我们每天吐着银丝 执着银网 编织着我们的梦想 每一根丝虽然脆弱 但当它截着一张网的时候 就是一张坚韧 且漂亮的艺术品 从小到大 银花丝和我一起成长 穿越上千年的银花丝 自今为人所喜爱 也教会我 诗虽气却很坚韧 我想这就是银花丝的力量 也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这份力量使我从过去的自卑 走向了自信 在此我也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感谢每一位喜欢银花丝 愿意了解银花丝的客人 感谢在多次困难中 坚持下来的手艺人 也感谢淘宝平台和小二的帮助 让银花丝有机会被更多的人所看到 让这门古老的记忆 不仅能活下来 而且能活得更缤纷多彩 我是王小璐 谢谢大家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